想找刷嘴又不易胖的小零食,那就多吃海苔吧。 牙医师指出,海苔含有丰富的营养素,能帮助维护牙齿健康,改善便秘,增强抵抗力。 但海苔也是高点食物,有甲状腺问题的患者,建议不要吃太多,以免给身体带来负担。 海苔热量低又含有丰富营养素。 牙医师黄文龙表示,海苔是一个相对健康的零食。 不仅热量低,还富含微量营养素。 五辛林营养师也指出,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 维生素A,维生素C,蛋白质,钙,铁,铁等。 在日常当作典型,不但可减少热量负担。 还可以补充蔬菜,但海苔容易受潮。 开封后一定要密封保存,吃海苔有三优点。 黄文龙列初选择海苔当零食,有一下三个优点。 一,帮助维护牙齿健康。 海苔能补充钙质,每100公克海苔约有280毫克钙质。 钙含量比菠菜和空心菜丰富,有助于维护牙齿健康。 二,改善便秘。 海苔中的膳食纤维能帮助排便,减少便秘,排除素变。 三,帮助肌肤健康。 每100公克紫菜就有39毫克维生素C,可以增强抵抗力,维持肌肤健康。 而维生素C是水溶性维生素,会不断流失,刚好能透过点心来补充。 海苔怎么吃最健康? 黄文龙提醒民众,想要健康地吃海苔不发胖,请尽量选择低调味或是薄盐的海苔会更健康。 这样就能避免吃下过多人工添加物,增加身体负担。 高雄荣总和医科主任陈宏远也提醒, 海苔虽然健康却是高点食物,有假状腺问题患者。 建议一周吃一到二片就好,避免过量的点给身体带来负担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